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吧 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北大数字金融公开课 今天是第一课 由我来主讲 我是北京大学的黄一平 数字金融这个事情是在我们国家 其实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新生事物 如果我们追踪到过去最早 美国的背保 也就是它的移动支付上线 1998年开始 现在也就是20年多一点 在我们国内 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支付宝 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上线 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成是 我们中国的自己的数字金融的开始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 把这个2013年6月 其实是余额宝开始上线 看作是我们中国互联网金融 或者叫数字金融发展的这个元年 那么这样算起来 我们现在到现在 大概也就是七年不到一点的时间 所以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是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成立 我们开始做工作 大概是在2015年上半年 我们现在坚持的和在职的研究人员 加在一起大概有20几个 我们这些研究人员 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些 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学者 这几年来一直都在紧密的跟踪 学习和研究数字金融这件事情 但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新的事物 所以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这个行业本身还在发展 当然我们的理解 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深入 甚至对一些问题我们的看法 有时候也在不断的改变 从政策的角度来说 很多监管的这一些政策 也是在逐步的推出成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是一个新鲜事物 但它确实是对我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改变 我们有机会观察学习研究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 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正好在这段时间 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 共同决定我们推出一个系列公开课 一共是八奖 我刚才讲了 我今天是做第一奖 后面还有七奖 大概准备是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这里头很多分享的很多观点 不一定对 也不一定权威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分享给大家 一起讨论活跃我们的学术气氛 当然也希望对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新兴 这个向上的一个行业的发展 能起到一定推动的作用 那么下面我就开始我的讲座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课件 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金融的这个发展 确实是一个相对新的这个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我们在开始讲这个数字金融之前 我想跟大家先从金融的一个基本功能开始讲 就是因为数字金融 它其实是金融的一种特殊的形态 金融到底是干什么的 应该客观的来说大家各位对金融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 对吧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跟货币打交道 我们也经常跟银行打交道 我们经常听到今天的股市下去了 明天的股市上来了 这一些其实都是金融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 那么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金融的核心功能其实就是资金的融通 资金融通可能有多种形态 我们一般把现在看到的一些资金融通的这个渠道分成两种 一种是叫间接渠道 间接融资渠道主要就是以银行为主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叫这个以市场为中心的 叫直接融资的渠道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我们这个融资的双方 在风险上是不是直接打通的 举个例子说我们把钱存到银行 银行在把钱带给潜在的客户 但客观的来说 带出去的这一笔钱到了这个企业的手上 最后这笔钱能不能拿回来有没有风险 对于存款人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 如果银行所有的贷款都做得不好 最后对存款人是有影响的 但一般情况下 你的回报和你的风险 跟具体的那笔贷款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种间接的关联 在资本市场上就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说我们买一个股票 我们买一个债券 我们是自己决定买什么 我们自己获得所有的回报 但客观的来说 如果出了风险 也有完全由你来承担 如果这个股票坏掉了 如果这个债券这个贬值了 最后都由你来承担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类比 就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 对于投资人来说 他承担的风险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 一般间接融资相对来说 这个风险比较低一些 回报可能也比较低 在这个过程当中 金融中介做的一个是叫转换 就是期限的转换 风险的转换和规模的转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 把钱存到银行 每个人的钱的量可能不是很多 比如说五千块钱五万块钱 但是银行把这一笔钱拿出去 去贷款的时候 它要支持一个大的项目 五千块钱五万块钱是没有用的 那么银行所做的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规模的转换 五千块钱五万块钱 最后把它集合成一个上千万 甚至上亿的一个投资项目 这样的话它就实现了一个转换 从期限上来说也是一样的 每个老百姓去存款的时候 存的是这个短期的存款 最多是不超过一年 但很多投资项目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 所以金融主要简单的来说 就是这样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金融所具体所做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金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所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金融经济工具之一 它能帮助我们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可能推动经济发展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其实就是在这个18世纪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 我们知道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技术 其实就是蒸汽机 但是蒸汽机其实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几十年 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它要等待这个金融的革命 也就是能够筹集到大量廉价的资金以后 这样的一个技术才能转化成一个产业 纺织业也好 航运也好 铁路也好 都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金融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金融这个有这么多的好处 它有一个致命的一个困难 或者一个风险 就是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交易双方 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对方 举个例子说我们到银行去存款 到银行去存款 我们是通过银行去了解贷款企业的信息 所以所谓的间接融资 就是我们把一部分这样的了解 对方底细的这样的工作 转嫁给了银行 当然我们也牺牲了一部分的回报 但如果我们直接去做投资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投资的项目好不好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信息不对称其实就是说 交易的双方相互之间的了解的程度 是很有限的 这个有限会导致一些问题 在金融里头我们把它称作为 交易之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之后的道德风险 什么是逆向选择 就是我有一笔钱要投资 但我其实有的时候找不到 最好的一个交易对手 往往主动上来给我提供 非常好的回报的承诺的那个交易对手 不一定是最好的对手 这就是叫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就是我把一笔钱带给他了之后 他是不是按照他承诺的去做 我能不能把钱收回来 所以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 导致我们金融交易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最大的问题最后就是变成这个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想象 我们在金融里头的很多机构的安排 包括我刚才说的银行 有很多具体的这个金融的技术 甚至很多监管 比如说监管要求信息披露 要求一定的智力结构 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说 它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同时控制风险 所以在金融里头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 我们换句话说 它需要解决一个信任的问题 在这我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淘宝所做的第一笔线上的叫担保交易 我们可能知道 其实淘宝是2003年5月份上线 但是上线以后 它其实就是做买卖嘛 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做什么生意 一直这个业务比较难开展 比较难开展的一个原因就是 在线上我想买另外一个人的产品 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是我先发我的钱 还是它先把货发给我 这个问题一直很难解决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最后实际业务开展非常困难 据说比较多的业务交易 真正成交的就是叫同层交易 比如说我们俩都是在杭州 对吧 你想买一台手机 我愿意想要你的这个手机 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我们约了在西湖边上胡滨 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在那碰到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就解决了一个信任的问题 但这样的办法 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交易 尤其是线上交易来说 其实是很难做的 那么我们在这上面举的一个例子 据说是淘宝的第一笔 线上的担保交易 这个阿里巴巴就说那你们都不信任 不相信对方因为从来没见过面 我给你们做一个担保 但一开始的时候阿里巴巴不像今天的阿里巴巴 就是他的担保到底是值多少钱 能不能彻底解决信任的问题 其实也还不知道 这上面讲的是左边的这个照片 这个叫崔伟平 是一位中国的留学生 当时在日本的横滨 他要出售一个二手的相机 富士相机 估计是他想买一台更高档的这个相机 那么他把这个信息挂在网上了之后 右边的下边的这个小伙子叫焦正中 他是当时西安的一个大学生 他看中了这台相机 他想买 但是两个人达成协议了之后 下面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从来没见过面 就不是很确定 是应该先发相机还是先交钱 这个阿里说的是说 我做一笔担保交易 我做担保交易的意思就是 你先买相机的人 把钱放到我这 放到我这之后 我告诉那个卖相机的人 你把相机递给这个西安的这个焦先生 焦先生收到相机以后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说相机收到了 确实如原来他说说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阿里就把这笔钱 寄给这个 这个日本的这个崔先生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需要两周时间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麻烦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据说还发生了一些细节性的这个事情 焦正中先生在10月18号 把钱寄给这个阿里之后 这个整个担保交易部门就一下子欢欣鼓舞 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笔交易来了 但是过了两分钟这个右下角的这位女士 这个梁冰女士 跑回来跟大家说说她反悔了 因为她把750块钱寄出去以后 她还是心里觉得不太踏实 这事到底靠谱不靠谱 所以她有点反悔 那么最后梁冰女士据说是 在电话上说服了焦先生半天 最后把自己的公号给她 说你可以做这笔交易 万一出了问题我拿自己的工资 来偿付你的这一笔钱 所以这样的话就做成了第一笔交易 所以后来在支付宝的支付宝 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支付宝是在2004年12月才开始上线的 但是后来支付宝有一个口号就是 你只要敢付我就敢赔 意思就是我保证你不会出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我给你赔付 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在金融里头 解决了一个信任的问题 那么数字金融和前面讲的金融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理解的数字金融是 利用这些数字技术 大科技平台 这个大数据 以及云计算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创新金融产品 商业模式 技术应用和这个业务流程 它实际上说的是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一些新型的这个科技公司 利用技术来提供一些这个金融的技术解决方案 还有一个就是传统的金融公司 也可以用数字技术来改善它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直说 数字金融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是想强调它既指科技公司 用技术来提供金融的技术解决方案 也指金融公司用数字技术来改善它的这个金融服务 两边是同等重要 那么我首先再说明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还有两个经常用到的 可以替换的这个词 一个是叫互联网金融 我们人民银行十部委 在2015年的文件里头 这是官方的正式用的这个名词 我们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用的也是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 国际上的叫金融这个稳定委员会 他们用的是叫金融科技这个词 其实这两个是从严格定义上来说 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具体来说 似乎我们在日常的感受当中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也好 还是金融科技也好 似乎更加侧重一些新型的科技公司 所做的一些金融业务 或者提供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是希望两边 同时都很重要 这个这两块 具体的业务 我在左边有一个这个表格 大概的图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我们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五大类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像这些资能合约 大数据 云计算 数字身份识别 支付清算 有移动支付 数字货币 融资筹资 有众筹 有网络贷款 投资管理 我们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这个余额宝 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产品 智能投雇 还有这个保险 线上的保险也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是一个面相对比较宽泛的 一个数字金融的这个概念 最重要的我想强调的就是 当我们讨论数字金融的时候 它是同时包括新型科技公司 参与当中的一些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 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 同时也包括传统的金融机构 利用数字技术来改善它的这个服务 那么在这里头就是说 为什么数字技术变成一个 非常值得利用的一个技术 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因为刚才讲到了 金融既然主要的功能 是资金的融通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 那么数字技术 怎么帮我们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这个上面我列了几条 几条几个方面 我认为比较重要 第一个是大科技平台 大科技平台我们举个例子说 我们知道这个淘宝 我们知道微信 对吧 像这些平台 它这些大科技平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叫常委效应 常委效应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一个平台给建立起来以后 它可以服务的客户的数量是无数的多 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作为叫编辑成本几乎为零 就是你只要平台搭起来 搭平台是很花钱的 但平台搭起来之后 你的这个这个再增加服务 一百万一千万相对来说 是这个成本相对比较低 编辑成本几乎为零 就是你增加一个多一个客户 对我的这个成本并不增加 这个我后面会讲 对于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 那么第二个就是大数据 平台一建立起来了之后 无论是我们在上面网购 还是我们在上面这个社交 用这个微信 时间长了之后 会留下一系列的数字足迹 数字足迹可能是关于 我们的社会关系方面的 可能是关于我个人的行为方面 偏好方面的 也可能是关于我们的财务方面的 我们现在比如说都用支付 对吧 这样的话 一系列的连续的 甚至是这个没有边界的 这样的数字足迹在线上 我们把它称作为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后面 可以用意来分析判断 一些金融的这个决策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就是云计算 云计算就是实际上就是 因为刚才说的这样的大数据 加上科技平台 服务的客户的量非常多 数据量更是海量 现在海量都不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求有相应的计算的 这个能力 就云计算提供的巨大的储存能力 和极快速的分析能力 为我们提供一些金融的决策 这个分析判断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基础 数字技术的进步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知道 在这个互联网里头 在这个电脑里头 有一个英特尔公司 英特尔公司的一个 创始人之一叫摩尔 摩尔曾经提出过一个 他的观察 后来大家把它称作为 叫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每一美元 所能买到的电脑 它的功能基本上是 在一年半到两年之间 就翻一翻 我们这个技术 就数字技术 硬件软件 它的这样的技术 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样的快快到 在现实当中 我们有什么概念 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概念 如果我们一直在用电子产品 我们可能有概念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电脑 当时的是这个 买的这个电脑的 这个硬盘的这个储存量 在今天看来 我一般的手机 不知道要小多少多少多少倍 但是这个技术 就是在这样的进步 那么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 做了一个类比 他说假如说数字技术的 这样进步的速度 发生在传统制造业 举个例子说 汽车如果是1971年的 那辆大众汽车 在随后的四五十年间 也是以同样的摩尔定律的速度 在进步 到今天这辆汽车 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 它有一系列的指数 我只提一个指数 如果这样的技术进步的速度 应用到这辆汽车当中 这辆汽车今天的时速 可以达到48万公里 每小时跑48万公里 当然在现实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 我们数字技术的进步 确实是非常的惊人 这样的技术 为我们降低 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特别是解决金融当中的 或可能 风控难的问题 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那么前面我讲到了 这个数字金融 要是从最早的背包而来说 是1998年在美国形成的 我们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跟着它后面走 但是要是今天我们再看 中国的数字金融 在全球来说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我左边的这个12个图表 其实是毕马威和一家风投公司 他们一起每年都凭一个 叫全金融科技100强 这是全球的100强 我这个上面写的是 2019年的最新的这个100强 在这个前12位里头 你可以看到中国占到四位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公司 都是中国的 这个在前面的这个 我们包括蚂蚁金服 京东树科 杜小满 和我们的这个陆金所 这些都是在全球 都是排的上位 那么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也看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金融科技 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 英国的这一家公司 和我们中国的深圳 这个综合开发研究院 他们也编制了一套 金融科技中心的指数 在这个前 列在前面的10个城市当中 加上香港的话 中国就占到一半的这个 半笔江山 所以确实是中国 在这一些领域里头 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 我们现在客观的来说 我们影响力最大 或者是做的相对 比较成熟的业务 应该是指这个移动支付 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 互联网银行做的 也比较有特色 然后跟它相应的 其实是一个大科技平台 提供全方位的这个金融服务 我们以比如说 以支付为核心的生态系统 这样的一套系统 在国际上确实是有 相当的这个影响力的 所以就是我们并不是 最先出发的国家 但是从业务的规模 和一些领域的影响力来说 我们应该说是 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 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 中国的这个金融科技的 这个数字金融的发展 有很多国际上的一些机构 包括他们自己做这些 数字金融业务的这个机构 到中国来寻找合作者 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原因就在于 他们看到你们在国内 做得很成功 他希望你输出你的业务模式 技术这个基础 到他那个地方 他完全可以去复制 这样的案例现在已经比较多 那么我像特别提的就是 我们这个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在过去几年做的这个工作 其中有一项 就是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的总裁 每年都会邀请我们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一起组织大概10到12个 我们国内的业界的高管 和这个监管部门的高官 一直到美国华盛顿 每年都是在6月份 在华盛顿跟IMF的这个官员 高管一起开一天的闭门研讨会 关于中国数字金融问题的 闭门研讨会 客观的来说 IMF据说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直接邀请两家国内的 这个学术研究机构 组织国内的一个行业的 这个官员和这个高官 高管一直到美国探讨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 以前没有过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确实是非常的 非常关注 那么我在左边放了一张图 这是我们去年6月18号 当天在IMF开这个闭门研讨会 开完会的时候 拉加德他当时是IMF的这个总裁 他最后来做阻止演讲 演讲完了之后 我们到他的大厅里 他们拍这个集体照合影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曾经说 我们以后回来也这样拍 这样的话 比较不太容易 把谁的脑袋给挡住 但是这个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当时观察到的 拉加德这个 把大家一起拢在一起说 我们一起照一个像 他特别注意的就是 把这个在场的女士一起交到 他的站在他的身边 说站在第一盘一起来照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你们可以可能会注意到 旁边他站的两位女士 他的左边是 银保监会的这个创新部的 廖元元这个副主任 他的右边站的是 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 沈彦这个副主任 非常有意思 但我想说的就是 像这样的一些活动 为什么国际上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现在还有跟国际清算银行 跟这个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还有跟美国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 布鲁金斯这个学会 我们分别成立了联合课题 主我们中心 现在都在研究中国数字金融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并不是说我们中心做的有多好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一些实践 确实是走在了前头 这样走在前头 第一它有可能对其他国家 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更重要的 它有可能会改变 我们现在的一些宏观 经济和金融的一些格局 这个对国际组织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关注经济稳定 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 就是从更广的角度来说 他们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再看 我们数字金融 这个在中国发展 时间不是很长 但似乎是取了很大的这个成绩 而且比很多其他国家 起码比有一些国家 大多数国家做的要好 为什么 我们简单的提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 第一个方面原因是因为 我们传统金融机构 我们国内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个金融部门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银行主导 但是资本市场也很大 银行在全世界很多 我们的这个四大商业银行 在全世界都是排得上号的 但我们的资本市场 这个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从规模上来说也不小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他们对普惠金融的客户的服务 是比较有限的 中小位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所以在我们的传统的金融部门 规模比较大 但是在服务上来说 仍然有很多供给不足的问题 我们的中小位企业 这个问题很突出 我曾经跟英国央行的副行长 交流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的问题也很突出 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我说有多突出 他说我们一般来说 只有一半的中小企业 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 我说那这个问题要是放在中国 就不算特别严重 我们这个比例一度最低的时候 大概只有20% 也就是五家中小微企业 可能只有一家企业 能够获得这个贷款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没有获得金融服务的 个人和企业非常多 所以数字金融一发展 就受到了市场的拥抱和欢迎 第二个很重要的当然就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我刚才讲了这个摩尔定律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数字金融发展里头 我觉得我经常说的 我们要感谢乔布斯 2007年年初发布了第一个 这个iPhone 这个苹果手机 这个是智能手机发展的一个起点 客观的来说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今天这样的普及 我们的数字金融要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其实是会有困难的 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一些技术能力 其实也在快速的提高 我自己的了解 在2010年的时候 支付宝大概每秒钟能处理 300B的支付的交易 到了今天 已经几乎是在30万B左右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 如果每秒钟只能做300B的话 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字金融 不会像今天就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我们也不可能就走到哪儿 每个人套出一个手机来用 因为它的技术能力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技术进步 同样是我们的数字金融 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监管相对来说 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这个宽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它有正面的 它也有负面的 正面的就是一些好的金融创新 就可以马上落地马上试验 做得好马上就推开来了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这个移动支付 对吧 支付宝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上线 它真正最后拿到牌照 是在2011年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监管当然跟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联络 这个交流 监测 这个都一直在做 但它起码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 监管部门一巴掌就给你拍死了 如果拍死了 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样活跃的移动支付 第二个方面 这个我们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 确实也有一些不好的业务 我一会儿会讲 P2P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业务模式 可能不是特别适应 但是确实一直没有人去管它 所以最后就做了出了很多问题 到今天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确实是风险比较大 所以它确实是有两面性 但客观的来说 监管对于这个数字金融发展 相对比较容忍 也就是导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使得金融创新相对来说变得比较容易 那么数字普惠金融 我觉得有很多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就是普惠性的问题 所谓的普惠性是什么意思 普惠性就是这个金融的发展 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的意思就是 一家机构如果金融机构进入到一个市场 一般来说 它最关注的是在最上面的20%的客户 20%的盈利状况最好的企业 和20%的收入比较高的家庭 如果你把这20%的客户都服务好了 那么实际上你就能抓住80%的市场份额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继续扩展你的金融服务 当然是可能的 但你的回报会越来越低 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就使得普惠金融变得越来越难做 联合国从这个2005年就号召大家 一起发展这个普惠金融 中国也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我们建了现在还有8000多家的小额信贷公司 包括我们很要求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 给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 这一些政策都很多 但客观的来说 从规模上来说 我们取得的成绩相对比较有限的 但是数字金融我们会看到 它确实展示出一个非常强的普惠性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说 这是我们上面的这个两张地图 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编制的一个叫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这个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 它是反映的一个地区 每一项不同的数字金融业务 我前面讲的数字金融 可以分成很多的业务 有贷款有支付有这个投资等等吧 有很多方面 我们把所有这几个方面 全部综合成一个指数 然后我们把它画在地图上 左边的地图是2011年的情况 右边的地图是2018年的情况 在每一个地图上面 我们都把每一个地级市 根据它的发展的相对水平 分成四个类别 最发达的是红色的 其次是橙色的 然后是黄色的 最不发达的那一块是绿色的 那么每年都是重新定一个最发达的水平 然后以此做这个类推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左边2011年 也就是我们现在普遍认为 在中国的这个数字金融元年之前 你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在中国当时 已经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地级市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空白地带 或者发展水平是非常低的 这个差异非常明显 但是大家再看一下右边这个地图 右边的这个地图讲的是2018年的时候 到了2018年的时候 东南沿海地区仍然是最发达的 但是中国的其他那些地方 发展水平正在赶上来 从我们直观的来说就是 右边这个图跟左边这个图比较 它的各个区之间的颜色的相似性 都正在快速的提高 反映了一个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那七年之间 从2011年到2018年的七年之间 后进地区原来相对后进的地区 正在快速的赶上来 非常快的这个发展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数字普惠金融 本来是那些落后的地区 是不太容易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 但他们在我们现在数字金融 对他们的服务水平正在快速的提高 我觉得这是数字金融最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具体来讲 在数字金融里头 现在大概最受到大家关注 或者是这个肯定的 应该就是这个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移动支付的公司了 但具体而言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 就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移动支付给我们的生活的改变 应该说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 这个新加坡的总理 这个李显龙在新加坡发表了一次讲话 他说他有一个高级部长到中国来这个开会 这个部长在开会的间隙到马路上去散步 看到中国的很多这个老百姓都在排队买东西 但是买完东西就不付钱 就手机挥一下就走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后来他才发现 其实我们的移动支付已经变得非常的活跃 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了 据说他回去跟李显龙总理汇报了以后 这个李显龙总理还是很着急的 他就觉得我们是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是发达国家 结果我们的这个支付服务远远赶不上中国的这个业务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现象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这个历史学家 去年来北京开会 我们喝咖啡 他就跟我说 他说现在国际看来 这个支付的这个水平的差异确实是比较大 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开玩笑 多大程度是这个当真 他说你看我在美国这个教书 我经常去日本出差也经常到中国来 他说这三个地方的支付 几乎是在三个不同的朝代 在美国他说我经常是写一个支票 去付我的这个费用 到了日本基本上就是拿现金 而到了中国 我们现在用现金支付的比例 已经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就是移动支付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前面还讲到了移动支付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贡献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就是 围绕的移动支付 其实是派生出来一大批的金融 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 大家现在都知道对吧 我可以用我的支付 在他的这个生态系统里头 我可以买东西 我可以跟这个医生约这个看病 我可以这个买电影票 我可以买飞机票 就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你的这个支付系统里头搞定 确实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那么这个在上面这个图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数字 这个移动支付发展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上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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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地级市所标 这个标出标示的这个这个意义 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从深蓝色到这个淡蓝色到浅蓝色到灰色 其实反映的是移动支付的覆盖度的分子数 是我们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里头的一个分子数 这个分子数基本上就是看移动支付在全国到底覆盖到什么程度 那么左边的11年就这样的一个故事跟前面差不多 右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不仅仅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最发达 有一批在西部其实也变得非常发达 这个里头的一个特殊的含义是什么 大家可能看到 我这上面画了两条线 两条都是斜穿着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境的这个线 其实我们把它称作为叫胡欢庸线 胡欢庸是我们30年代的时候的一位经济地理学家 他当时写了一篇这个论文 这个他的论文的基本结论就是 如果把中国以从这个黑龙江的黑河 到云南的同冲之间画一条线 把中国分成两半 你会发现这两边的经济完全不一样 他的发现是在这个线的右边 大概是占到全国的国土面积的44% 但是当时的时候养活了中国96%的人口 现在这个数字可能有一些变化 但是总体的格局 东西部的差异没有太大的变化 2012年的时候我们李克强总理曾经还说提起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跨越胡欢庸线 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多的走到西部地区去 我们现在在移动支付上面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你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支付已经穿过这条胡欢庸线 再往西部地区再去了 我们最近做的一些初步 我们中心的一些老师做的一些初步的研究 也发现数字金融包括像一些移动支付 到西部地区去了之后 对于他的当地的经济发展 确实发挥了一些积极的这个作用 无论是从宏观的经济增长 从微观的消费就业和这个收入 都有很多积极的这个贡献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这个现象 那么还有一个跟他相关的就是 普惠性上比较突出的就是 现在互联网行业的一些 惊人的这个规模效应 我前面讲了2005年以后 联合国一直在推动大家发展普惠金融 前面说的这个金融里头有二八法则 所以金融机构这个就服务20%就行了 从金融机构本身也许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一个社会一个经济来说 这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80%的客户也是需要金融服务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能做好 联合国号召大家一起想各种办法来做 左边有一个照片 大家可能知道是这个孟加拉国的 尤诺斯教授 尤诺斯教授做了一个穷人银行 格拉敏银行 做得很成功 他就是帮助农村的贫困的农户 这个帮助他们 给他们提供小额贷款 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一直很钦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他这样的一些业务 就是如果是说有一点小小的缺憾 就是他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 就是他每年能帮助的人数量是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 但我并不是说这个模式不好 这是一种特定有特色的模式 但我同时想提出来的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互联网银行 现在每次就三家 这个新型的互联网银行 现在几乎每年都能平均提供 1000万币的这个贷款 这个从普惠的角度来说 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普惠金融难做 难做就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霍克难 对吧 这些客户都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规模比较小 银行要找到他们给他们提供服务就不太容易 另外一方面 封控难 我们一般做这个封控 银行对这个客户做封控 基本上就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看抵押资产 第二个就是看财务数据 第三个看政府有没有担保 如果有这三样可能还好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刚才讲的普惠金融的这个客户 就是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他们这方面基本上都是没有 所以其实就是传统的金融机构 一直在努力的做 但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不是他们不努力 其实就是缺乏有效的这个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互联网金融 数字金融 可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最近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看到 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络贷款 实际上是还在进行 这个和我们传统的一些金融 这个在这个疫情冲击期间 有很多业务都停下来了 也是形成一定的这个对比 就是因为它是不需要接触 无接触交易不需要见面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风控难 这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金融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 你不能随便把钱给人家 你都不知道风险是什么 你怎么敢贷钱呢 对吧 所以不干贷钱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能不能找到相应的办法 前面讲的传统银行需要的 这几样东西它都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互联网银行 反而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法 原因就在于用大数据 替代了抵押资产 就是大部分中小微企业 都没有这个抵押资产 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就是前面讲到 我们在这个大科技平台上 留下的数字足迹 这个数字足迹可能是有财务方面的 我比如说购买东西啊 我这个做投资啊 对吧 有可能是我个人行为方面的 对吧 我的这个喜欢啊 每天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喜欢做那样的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是社会关系啊 我跟什么样的人交往比较多 什么样的人交往比较少 你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像这一些数据放在一起 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 这个这个做封控模型 我们最近这个去年 我们跟这个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 一起写了一篇论文 学术论文 就是来看大数据封控模型 它能到底能做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事情 它在预测未来的违约率方面 到底可靠不可靠 根据我们有限的数据得出来的结论 在左边这个图 我们就不需要具体展开来说 这个就是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如果越高 意味着这个准确性 相对来说这个越高 那么这上面三条线 就是最上面的蓝色这条线 就是我们大数据封控模型 下面的这条这个线 是这个银行的数据加上软信息 最下面的这条线 红色的这条线 是这个银行的这个信息 这三条线 也就是三个不同的封控模型 看起来似乎是数字金融 这个我们的大数据封控模型 是有一定的优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优势 它能力更强 我们简单的推测是 第一 它确实有一些信息优势 信息优势的就是 我们用大数据来做封控 来看你的信用 这个风险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实时的信息 就是我一般的传统的银行 你是看你上个月的报表 上个季度的报表 去年的报表 这个对于封控来说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大数据封控 可以看到你昨天 甚至可以看到你今天 第二 它有一些行为的数据 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样 这个为人 怎么样跟人打交道 我们知道 财务数据是有可能会瞬息万变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 一般来说是不太会发生 很快的这个变化 这是一方面的优势 另外一方面的优势 这个是这个模型优势 就是你用的模型的方法 机器学习的方法 我就不展开来了 一般来说它的这个跟传统的 线性模型的这个比较的好处 就是第一 它可以抓住很多非线性的关系 因为这个变量对预测 你的这个这个违约 它有的时候不是简单的 一个线性的关系 它有可能是很复杂的 那么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 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 它甚至可以抓住 不同的变量之间的一些交互的作用 总之简单的说 如果说有优势 一方面是有信息的优势 一方面是这个模型的优势 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 这个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如果你真的有很好的 传统的银行的这个分控模型 加上央行的中性数据 其实对做分控 在我们的分析来说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 我们这个一定要比它好很多 我们是说在它的基础上 如果加上这些信息 确实会让它的模型的表现更好 那么更重要的一条就是 如果你没有那些银行的传统的信息 如果你没有央行的中性数据 你能不能给它给它们提供贷款 我们的研究是发现 我们用这一套分控模型 大致能得出它的这个传统的分控模型 差不多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使得普惠金融就变得有可能 这样的一个这个信用贷款 就是没有抵押的贷款 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这个宏观经济的 这个状况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美联储前主席 伯南克 他是研究大萧条问题的专家 他是一个学术大家 他曾经在1999年的时候 提出来一个概念 叫金融加速器 金融加速器他所说的就是 因为很多银行的贷款 都是用资产做抵押的 就是说房地产 用房地产做抵押 它会内生一个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房价如果是一跌 信贷就会收缩 因为你抵押了100万 在我这儿 我现在贷给你80万 如果是房价往下跌 10% 20% 我就觉得你的抵押不够了 要不你给我补充抵押 要不我给你减少你的这个 这个信贷 如果信贷一收缩 会导致经济的增速往下走 经济增速往下走 会进一步使得房价往下走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或者是金融加速器 我们现在用信用贷款 如果没有用抵押资产 房价在这里头的机制就没有了 宏观经济可能就会变得相对更稳定一些 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叫信贷 相对于房价的弹性 我们可以看左边最左边的这个0.9 它说的是什么呢 传统的银行的抵押贷款 如果是房价跌10% 信贷会减少9% 就这样的我们发现 从中国的银行的数据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右边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个0.238 但是我学过统计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数字是不显著的 这个是什么数据呢 这个是我们网商银行的这个贷款 跟房价之间的关系 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起码可以说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起码房价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 这个过去这种金融加速器给去掉了 也可能是对经济稳定性会增强 这可能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国际清算银行也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 为什么很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做研究 因为这些改变如果带来了之后 未来对我们怎么监管金融 怎么样制定货币政策 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它不是简单的 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 当然我前面讲了 我们的数字金融过去这几年发展 那也是充满波折的 这个上面的指数是我们北京大学 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所编制的一个 叫金融科技情绪指数 这个情绪指数我简单的说 就是往上折这个零以上 就表明是正面的情绪 往下折就是负面的情绪 我不展开来说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大家从13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这个情绪波动 一直是非常大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对比较乐观 14年15年尤其是上半年 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也写到了互联网金融 觉得这是一种金融创新 大家都比较看好 后来就慢慢的看到一些 P2P平台这个爆雷 后来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情绪确实不 这个波动非常大 这个波动很大 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技术 可能也还不成熟 我们的业务模式也还不太成熟 我们的监管政策 确实是在发生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要同时关注 在看到很多好的结果的同时 确实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P2P行业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这个左边是我们看 过去我们的P2P的行业的业务 它的定性定位发生了一些改变 下面的这个是我们的总的 这个平台的这个总数 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累计的这个平台的数量 是很多的 但是现在看来 真正还在活跃的数字 已经很少了 大概现在也就是 这个几百家吧 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 简单的说就是 P2P这个平台 这个个体网络接待平台 按道理来说 它这个也是从国外引进的 它是一个信息中介 信息中介的意思就是说 我搭一个平台 你们在我这个上面做交易 有一点像淘宝 我在平台上 你们可以买卖 对吧 但是呢 信息中介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平台不能像银行那样的 我前面讲的 银行在中间做信息中介 这是不可以的 你们应该直接发生关系 就必须是一个 直接融资的这个意思 就是你把钱借给对方 你来做分控 你来承担最后的这个结果 问题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信用环境不是特别合适 而且我们这个平台 也不能用这个央行的征信系统 所以你说我一个人在北京 有一个人在这个云南想借钱 他放一条消息 你说我敢不敢把钱借给他 这个和前面的 我们讲的第一笔 这个淘宝的交易很类似的 对吧 他们讲的是支付 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贷款 应该说是很难的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做这个业务 后来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平台 就开始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提供担保也好 做资金值也好 自动投标也好 就做了很多办法 这样的话你才有信心 你愿意来投资 对吧 如果我没有任何人帮你做征信 其实是做不成的 但是呢 有这个07年 2007年拍拍袋上线 很长时间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规则 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 所以大家都在各想各线神通 这个八线过海 各线神通 想自己的办法 获章业务生存 确实做了做出了很多不同的模式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太符合 我们最后监管给他的定位 在2015年年底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 2016年年终的时候 出台了一个占行管理办法 定位就是信息中介 如果是信息中介 那么很多平台过去的做法 其实是做不成的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个行业在往下折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头有一些教训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就是有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是这个行业变成了 我们现在数字金融里头 风险比较大的这个一个领域 其中的一个教训就是 我们的监管方式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改变 前面我讲的 对吧 我们的这个金融监管 相对来说比较宽容 宽容的好处是 我们的这个很多创新就推进了 坏处是有很多不好的创新 我们也看到 没有及时的去阻止它 那么数字金融 按道理来说 数字技术它是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 本质在我看来就是资金的融通 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 它所做的工作 就是风险期限和规模的这个转换 但是它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 它有可能会改变传统金融的一些运行方式 和一些风险的特征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金融 如果风险一爆发它的这个传播速度非常快 传播会非常广 而且有很多风险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监管沙盒的问题 中国式的监管沙盒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央行科技师在推动 我们现在做金融科技的一些试点 其实就是在国外经常是称作为叫监管沙盒 我们不叫监管沙盒 它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创新的项目 我们可以放到一个机制里头 监管和这个机构一起来尝试推动监测 做的成功推广 做的不成功我就把它给中止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问题 不会爆发成很大的问题 如果很成功就可以直接给推出来 但是我们的监管确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我们大数据很重要对吧 大数据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的业务能发展起来 就是因为大数据 但是确实有一个个人隐私怎么保护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大科技平台 这个无论是腾讯也好 这个京东也好 或者是这个蚂蚁也好 他们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业务 全方位的这个业务 那么也有效率对吧 他们才有大数据吗 但这里头确实经常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赢者通刺的问题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垄断的问题 像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监管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改进 下一步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比较这个热的一个问题 就是央行的数字货币 我们现在把这个央行的这个对这个 从这个2014年开始这个认真的推动这个研究和研发 我们的央行数字货币 现在应该是这个试运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也许很快就可以推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说的央行的数字货币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版本 把它从作为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两个是合而回忆的 用这个央行的这个官员的解释就是 它是替代我们现实这个经济当中的现金 M0 它不替代银行的存款 M1或者是这个M2 而且央行不对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 而且是通过一个双层的运行机制 对吧 央行直接对授权的机构 授权的机构对于这个公众发挥作用 到底怎么样 最后会发挥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影响 我们现在还要观察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确实是需要紧密观察 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央行数字货币推出来了 对我们现行的数字金融的格局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它也可以做支付 对吧 它既然可以做支付 那么对现行的支付系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它真正是一种数字货币 它的意思就是说是相对可以匿名的 它不需要一个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电子支付的账户 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天 很多大科技平台 大数据积累的这个方式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 那么最后我做一个这个总结 我们这个数字金融在中国确实是有很多的突破 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是普惠金融革命 普惠金融革命在一方面使得原来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现在变得可能 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原来有的一些优势现在也许就不再是优势了 在普惠金融方面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摆脱了对原来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过去经常说工商银行是宇宙大行 宇宙大行它的优势原因是在什么 因为它的网点多 它的员工多 所以它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 但我们如果做数字金融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前面给大家看的两组地图 就是快速的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部推进 它不是通过设置网点推进的 它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信系统 这样的一些这个通信的这个技术数字技术的 我们把金融服务就触达到了乡村偏远地区 我们可以给中小辈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来服务 这样的话这个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已经有几乎十亿个人在它平台上 几乎可以说是解决了我们过去很难解决的一个货客难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在它平台上了 能不能把这些客户变成你的金融的客户 那就看你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 你怎么样来控制风险 对吧 第二个就是利用这个这样的科技平台的常委效应 可以同时为这么多的这个客户服务 而且边际成本很低 这是传统金融机构没有的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大大型的金融机构 你让他们你要他们为这个小小客户去提供这个几万块钱 甚至几千块钱的这个这个融资服务 它的这个这个固定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们金融这个银行里头说要做净值调查 你要贷款你就要净值调查 净值调查你就到他们家里到他们厂里去看一趟 跑一趟就得多少钱 对吧 这个成本是这个我们大科技平台 又通过常委效应把边际成本这个给控制住 使得给他们提供金融服务 不但有可能 而且是有利可图 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 大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风险评估 机为无数的这个普惠金融这个客户提供服务 原来是不知道怎么给他们服务 现在是有一些办法 同时也还能把一些风险给这个控制住 当然这个业务模式现在还在磨练过程当中 这个还会有很多新的这个这个变化 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这个普惠金融的革命 我觉得是中国对世界普惠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贡献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为什么说它是一场革命 除了这个普惠金融的革命我们也确实看到数字金融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对吧 传统的金融很多形态和状态都可能发生改变 我前面讲了如果信用贷款真的比例上升的话 我们的金融稳定性也许会提高 我们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许会提高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金融机构就开始财人了 这个财人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支付推动了 而是很多银行也在用这些数字技术 所以它可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分行 有分行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的人还每天到银行去办业务去 这样的话它原来的网点的优势和员工数量的优势也许就不一定了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了解到高盛它有三万多的员工 有三分之一现在都是技术背景的 说明就是一方面有一些传统的做金融的它的优势就不见了 但是有很多新的这个有优势的人又涌现出来了 你学的技术你可以在金融行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 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过去看 我们这个在每一次这个这个灾难或者是疫情之后 会看到有很多老百姓很多小微企业到银行去取钱 因为它有现金的这个支付的这个需要 我们现在就没看到这样的现象 因为数字技术帮我们解决了取钱这个问题 支付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 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这个生态系统对我们来说往往就是一个支付系统和它周围的这个整个生态系统 几乎是我们日常能覆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部分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这个需要 我们也有很多研究 这个我们中心的这个研究发现 移动支付在很多方面 包括贷款 改变人的生活 比如说一个农民开始用移动支付了之后 它由农民转身变成一个个体经营户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这个概率提高了之后 当然它的收入就会改变 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变化 它不仅仅是技术式的金融服务开始有所改变 而是说我们千千万万个人 千千万万的这个企业 它的这个业务方式都改变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 数字技术对金融的改造确实还刚刚开始 我前面讲了一些比较好的业务形态 当然也有一些风险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行业还在不断的发展 尤其是从15年开始以来 我们监管在一步一步的正规化 过去的这个发展 一方面我前面讲的好 可能是因为监管相对来说比较宽容 但不好 也是因为可能监管没有把一些风险给管住 所以出现了一个比较混合状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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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有的把它称作为叫野蛮生长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未来的金融 数字金融发展 金融是要监管全覆盖的 监管全覆盖 我们这个数字金融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状态 我个人的猜测是 我们也许会进入数字金融发展的2.0状态 2.0状态就是金融和技术之间 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提供解决方案 擅长做金融的用技术的解决方案 来这个改善他的这个金融服务 很多业务现在可能还确实不是特别成熟 所以这个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演变 刚包括刚才讲的支付 这个贷款 包括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服务 可能都还是在不断的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 这也是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的这个同事们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在我们这个实践的后面学习 看到很多新的苗头 看到很多这个令人鼓舞的进步 当然有的时候也观察到一些这个风险 我们猜测是未来一段时间也会还会有一些新的领域 可能会变成一些热门领域 比如说智能投资 跨境支付 这个央行数字货币等等 对吧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过去想象不到的一些风险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们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就是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出问题 对吧 假如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十几亿人都在用这个支付系统 如果哪一天停电了 我们的这个支付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如果黑客一下子进来了 像这一些过去可能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现在可能会变成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最后要总结一句话就是 我觉得数字金融确实是一场革命 而中国在这个场革命里走在了前面 但这个比赛还刚刚开始 最后谁能胜出 现在还很难说 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各国都在纷纷的这个迎头感上 我们的希望是我们一起参与这样的研究 监管部门 业界一起共同努力 来把这个行业做好 哈佛大学曾经这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叫佛龙 他曾经提出一个叫产品周期理论 他的产品周期理论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产品他都是从研发 试制成熟最后退出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 过去的很多产品 举个例子说我们的这个手机 对吧 我们的汽车哪怕是自行车 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 都是在发达国家 这个研发 市场成功到量产了以后 中国接过了很多生产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电池产品 在中国的规模 生产规模可能是最大的 但最初并不是在中国发生 而我觉得现在比较令人鼓舞的是 数字金融的很多原创型的这个试验和创新 也许就在中国 这是确实是让我感到这个非常令人振奋的 这个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内容 第一是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前面讲过了 还会有七讲 这个我们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同事们 跟大家分享各个数字金融各个方面的一些发展 一些观察和一些这个研究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批评指出来 我在这上面放了这个五个这个二维码 三个二维码不好意思 这个欢迎大家关注 中间的这个是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这个公众号 右边这个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这个公众号 左边我们加了一个我们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在这个B站一个账号 欢迎大家来关注 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第一讲的这个这个讲课 正好也和我们北大国发院有一个这个MBA的这个招生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所以结束了之后 我们这个MBA的一些老师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这个国发院的MBA项目的这个一些情况 欢迎大家来报考 当然我必须要说 国发院的教学项目是非常宽广的 不仅仅是这个MBA 我们有经济学的本科硕士博士 我们有这个工商管理的这个这个这个学位 我们还有南南发展与这个这个这个合作与发展学院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机会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大家来到朗认员来亲身体会我们朗认员 合而不同的学术氛围 谢谢大家